文章来源 木桥说 充电器一拔又是新的一年 春节假期即将过去 又到了打工人最不愿面对的时刻 趁孩子在睡梦中悄悄离去 纵使可以避免离别时的苦恼 但汽车发动的瞬间 父母那红着的眼眶 姥姥以着门框枯红的鼻子 瘦小的身影透露出无边的失落 后背相塞的满满的年货 都是父母沉甸甸的爱 别说你开奥迪了 就是开奥运也得挂两只鸭子 但是父母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土鸡 却在高速路边扔掉了一片 忠孝男两拳 每当过完年返程时候 父母总会在后背箱给你塞满吃的 除了走精气送的礼品外 也少不了自己家的多做的年货和农产品 有位网友在高速上拍下前车后 挡风玻璃塞满满的磨磨 能放到后挡风玻璃上 说明后背箱真的放不下了 其他人总怕你要的太多 只有父母怕自己给的不够 沉甸甸的挂念塞满了后背箱 后背箱有极限 父母的关怀没有极限 父母种的绿色有机蔬菜 即便是在远方 也能够吃到家的味道 装着八个发动机的汽车 就是千万别发生追尾 不然机胸原地上演铁板机 不过把机挂在车外 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已经领略过国家堵车时候的威力了 反乘堵车同样不可小觑 也有不少人选择把溜达鸡压额 放在后备箱里面 防止在高速上被冻死 但高速堵车是避免不了的 有的甚至要堵上十几个小时 长时间不能活动 加上后备箱缺氧 就造成大量死亡 于是就有很多人 把死掉的动物丢在了高速路旁 无数人不免唏嘘 父母辛苦养大的鸡 自己不舍得吃 让你带走 丢在路边太可惜了 老人觉得最好的东西 就是自己做的 吃粮食长大的 远在外地的孩子 很难能吃到这种质量的食物 不要真的就硬往车里塞 老一辈都心疼钱 虽然现在也能买到 但肯定要花不少钱 小别以前每次离家 都是以后备箱食材 尤其是那一袋子 白萝卜味道是真大 但都是父母亲手中的 不舍得扔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敢想象 父母当时的眼神里 有多少种情绪 一定也面临着抉择 一方面的父母的爱意 另一方面是一栋的家 更何况带回去 也不一定能吃了 我想丢在路边 一定是实在没办法了 在我们看来是挺可惜的 如果有点经验的话 应该会先坐熟再带走 堵车的路上还能大块朵一一顿 或者处理好放上冰块保鲜 近期气温有所上升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都开始融化 活鸡闷在后备箱时间长了 要热死的 很多网友都在说父母的爱意 被丢在了高速上 但也有一位网友 誓死都要保卫父母的爱 他逃他追 他插翅难飞 一位返程的大哥也堵在高速上 但是车上带的土鸡好像拥有一颗桀骜不驯的鸡心 趁机挣脱束缚 跑到高速旁的小山上 于是就在高速上演一出翻山越岭抓鸡的名场面 这可是父母的爱啊 抓不住回去不好交差 但是不得不说 不愧是家里散养的土鸡 这运动能力杠杠的 从山顶一跃而下 飞到高速另一侧 大哥此时有点懵圈 估计心里会想我千辛万苦 刚爬到山顶你小子又飞到另一边 想变成大班鸡 还是白切鸡自己说 又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才把鸡抓回来 鸡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 大哥抓鸡累的不行 但给网友们看高兴了 正好堵着也没事干 V你五百把鸡放出来 我们再抓一次 都去抓鸡 谁拍视频啊 没人拍视频 怎么会有这么多网友开心 所以不乐乐不如重乐乐 抓不到就多了一只野鸡 抓到就多了一只白切鸡 一时之差造就了家和野的区别 老婆说不定已经成烧鸡了 孩子成炒鸡蛋 这要是把鸡放跑了 肯定年龄年都被老母亲唠到 辛辛苦苦养了几年的大公鸡 你就这样放跑了 不得被唠到三五年 把鸡丢在路边翻山越岭抓鸡 和两种不同的做法评价也迥然不同 前者看似是丢弃了父母的爱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后者拼了命也要把鸡抓回来 更是体现了大哥对家的感情 结语 后备乡大赛也何尝不是老人对团聚的期盼 你只是回来了七天 他们却盼了一整年 长大后才发现 原来小时候赶走的年寿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来了鞭炮声就来了 我们走了鞭炮声也结束了 值得高兴的是 再过三百多天他们就回来了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出入平安 拍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